今天的新闻提奥有 加州预算盈于975亿元将还付于民 加州最低工资因通胀将自动上调至15.5元 乌克兰首度审讯俄军战俘 马斯克暂时搁置收购推特计划 按摩大王MK9189是一张4D的双向式推拿人性化手法的按摩椅 一体式机芯和脚芯加温设计理念 全方位12个功能随意切换 从心到身的舒缓和放松 特别价优惠3499元 更送三年保修 特别加送礼品ILG927脚步按摩器 按摩大王电话415-412-0985 415-412-0985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电视新闻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五 我是主播明月 周末又到了 先祝您周末愉快 大事小时身边是 星道和您紧贴时事 我们是在美国旧金山湾区为您特别制作的节目 希望可以为您提供每天最及时有用的国际全美加州 还有湾区有价值的资讯 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加州州长纽森今天宣布3000亿美元的新财年的预算案 预算案围绕着缓解通胀上升 确保公共安全 解决无家可归问题 公共教育改革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那在加州去年GDP增长了7.8% 所以本年度的财政盈余有975亿美元 纽森此前曾经表示将会把盈余发回加州人民的口袋当中 他因此也提出了一项181亿美元的通胀救助计划 以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 他还提议确保今年的支出不会妨碍未来的预算 要求储备371亿美元 其中包括233亿元用于雨天基金 将94%的盈余收入用于一次性的支出 那纽森还宣布因为通胀飙升 加州的最低工资将在明年的1月1号调升到每小时15.5元 高居各州之冠也是全美最高 那按现行的法律规定 如果通胀超过7% 所有人的最低工资必须调升至每小时15.5元 那加州财政局就表示 预计在2022财年的通胀率将会比前一年高出7.6% 从而触发最低工资的调升 根据州财政局的保守估计 加州约有300万名赚取最低工资的劳工 将会受贿于最低工资的上调 来关注一下俄乌战争方面 俄乌战争今天已经进入了第80天 乌克兰首度审讯了一名21岁的俄军战俘 乌克兰的检察当局指 被告是一名战车指挥官 开战第二天在东北部的一个村落 用突击步枪杀害了一名62岁的平民 如果定罪的话将会面临终生监禁 那法官确认被告身份之后 押后到下星期三再开庭 乌克兰的检察长办公室称 俄军犯下了约1万宗的战争罪行 涉及600多名俄军 大部分与杀害平民有关 也有涉及到侵犯妇女的罪行 来看一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星期五表示 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 不可能支持北欧的国家瑞典和芬兰 加入北约 声称瑞典支持被土耳其称为恐怖组织的 库尔德武装以及其他的反政府分子 对于接纳新的成员国 北约所有的成员必须无意义的投票支持 才可以通过 那反对北约东阔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的主要借口 那两国加入了北约 受到绝大多数北约国家的欢迎 因此土耳其的反对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美国两届的奥运女子篮球金牌名将格林娜 涉嫌在俄罗斯运毒被捕 那今天宣布其积压延期一个多月 意味着她可能在短期之内受审 她二月中的时候准备离开莫斯科的时候 安检人员在她的行李箱内 捡获了含大麻油的伪禁品积压至今 那最高刑罚是入狱十年 美国政府指格林娜是被俄方错误拘捕 会争取她或是 自俄乌战争以来 与普京有关的人都受到了相关的制裁 那今天曾与普京传出过绯闻的卡巴耶娃 还有普京的前妻奥列特纳 也被列入了英国政府对俄罗斯的最新制裁名单当中 那英国政府就表示 制裁只在针对普京的金融网络 收紧对她的核心圈子 卡巴耶娃是一名前奥运体操运动员 目前是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的董事会主席 来看一下美国方面的消息 美国昨天在华盛顿举行了一连两天的东盟领袖峰会 宣布将投资1.5亿万元以协助东南亚地区发展节能 推动海事合作以及深化美国和东盟的关系 实现对印太地区的承诺 用以抗衡中国对该区的影响力 今天拜登在会上谈到俄乌战争 要求东南亚的领导人对俄罗斯施压 但大部分东盟成员国与俄罗斯关系密切 没有回应拜登的要求 此次前来出席特别峰会的东盟国家 有文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 拜登宣布将会用100亿美元 为美国各城市的警察部门和公共安全提供资金的支持 就拿德州修斯顿为例 该市将会获得5200万元 其中3200万元用于心理健康 家庭暴力应对和受害者服务工作 1100万元用于警察加班 300万元用于预防社区暴力新计划 100万用于枪支回购计划 其他已经申请资金的城市也将受惠于该项目 如堪萨斯和底特律等等 全美新冠感染率回升 来看三分市湾区 新冠病例和住院人数也是激增 湾区卫生官员敦促民众 重新的采取防疫措施 强烈建议在室内继续佩戴口罩 及更新疫苗接种情况 如果受到感染 鼓励尽早就医 还提醒患有严重疾病的高危人群 或者与高危人群有密切接触的人 都应该特别的警惕了 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继续为您播报 要带出真修百味的滋味 唯有制美斋 诞生于明朝万亿年间的制美斋 早已经风行海外 制作技术被评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中的天顶头抽 堪称穿越400年的人间美味 还有驰名中外的猪脚浆醋 山楂醋 卤水汁蚝油 各种不同的醋 各式的调味较量 盐局鸡粉 黑椒汁等 让主菜小白变身大厨 北美总代理福泉食品 电话415-822-8911 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一下湾区本地方面 新道记者彭诗乔三番市的报道 三番市市长布里德 本周任命警察局的发言人 麦德成为第六区的食餐市 接替当选众议员的杨池马 麦德成今天就举办了华文媒体会 向华裔民众介绍其背景和政纲 他曾经在市府律师的办公室工作了14年 担任过资深的顾问和传媒总监 之后又出任市警察局的传媒总监 作为公开出柜的同志和HIV的感染者 又是康复的瘾君子 麦德成希望帮助解决三番市街头的 用药过量死亡问题 他也表示将会重视仇恨犯罪 支持增加警察改善治安 继续来看一下新岛记者 黄伟江三番市的报道 多位华裔民选官员和社区领袖 今天在三番市的华步花园角 举行了反对H提案的集会 呼吁反对罢免地检官博撤斯 那集会宣布有超过2600名的 华裔租客及长者会员 组成的社区住客联会支持博撤斯 那出席人士包括周众议员丁又利 前市参事李立常 前三番市的法官邓梦诗 前警察委员郑新元 三番市社区住客联会主席梁荣昊 华人进步会行动基金行政主任刘茂奇 还有社区领袖郑小飞等等 来看一下科技方面 科学家进行了开创性的实验 在昨天的通讯生物学期刊上 发表了人类首次成功利用 由阿波罗登月计划太空人 收集的月球土壤栽种的植物 那研究人员希望借此有朝一日 可能直接在月球上种植物 那为未来在太空深处生活和作业的太空人 开发实物来源 那这将为未来的太空任务 节省很多的麻烦和费用 进而可以有更久和更远的太空旅行 来看一下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 于推特上宣布 其收购推特的交易将会暂时搁置了 那需要等待有关细节的公布 马斯克表示暂缓收购因为需要等待推特提供数据 以确认其垃圾邮件的账户及假账户的比例 少于百分之五 那消息公布之后呢 推特美股开市前股价一度跌两成半 低限33.51美元 现报36.5美元跌了百分之十九 来看一下国际方面 阿联酋总统哈利法逝世享年73岁 那其自2004年起呢 在该国长达18年的执政也是宣告结束了 阿联酋政府表示 全国将会进行为期40天的下半期哀悼 哈利法常年呢受到了病患的困扰 已经没有实际的参与公务多年 其职务一直由兄弟阿布扎比亲王穆罕默德代劳 那哈利法2004年从父亲手上继承了总统职位 到2014年中风之后 他已经多年没有在官方的照片 或者是公开的活动当中现身了 菲律宾的已故前总统马可思的儿子小马可思呢 在当地时间周三晚上宣布胜出了总统大选 今天在首都的马尼拉就有大批的民众示威 质疑总统选举中出现了违规的行为 要求投票机构解释 那小马可思的父亲马可思被指是独裁者 统治菲律宾20年之久 在36年前遭到人民力量革命的推翻 曾致使马可思家族一度流亡海外 来看一下中国方面的消息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 美国智库等策划兵棋推演 假设北京在2027年武力攻台 印太地区将会陷入一场广泛而漫长的战争 夏威夷及美国本土也可能遭受直接的攻击 冲突可能导致中国动用核武 参与者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 表示美国要捍卫及援助台湾 比乌克兰的难度更高 美国应该考虑是否要在台海战争前先行武装台湾 来看一下香港报业公会 今天公布了2021年香港最佳新闻奖的得奖名单 星岛日报和头条日报在不同的组别 夺得了共21个奖项 当中最佳的新闻写作奖中包揽了冠亚继军 该新闻奖的奖项涉及了多个组别 包括报道组、写作组、图片组 及版面设计组4个组别 合共75个奖项的得奖名单 最后来看一下娱乐方面 香港人气男团Miro的演唱会将会在7月底举行 准备及彩排工作已经排得满当当 但是近日团成员江涛在社交平台宣布 飞机和美国国旗的图像 暗示着5月底会飞美国了 网民就猜测江涛或到美国处理家事 江涛是香港近一两年爆红的偶像 其火爆程度甚至被人堪比当年的刘德华 他的一举一动备受多年龄层粉丝的关注 好介绍大家两款便宜又好用的按摩椅 可以将它当作礼物送亲友送自己 第一款是按摩摇椅只要669元 可以承载和限制体重330磅 还有6个按摩模式 针对身体的三个不同区域进行舒适的按摩 第二款是高档的皮质按摩椅只要2999元 独特的Altrek系统的真皮按摩椅 专门帮助您在一天的工作后减压而设计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星电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主播明月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